好 OK 好我们这个 继续就有网友他 看了之前我们的一些视频 他问 就是如何把想法 或者说灵感 能够变成一种可持续推进的主题 创作的主题 这个问题本来好回答 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律 其实 艺术家 艺术家其实 一个或者一个艺术 永远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那是灵感 观念 冲动 情感 状态 等等 但是你最 是艺术家 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 艺术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你必须掌握某种 技巧 或者某种 方式 就是说 其实很多艺术家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话 你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如何把你的想法 转变成一种 可以传播的形式 转变成一种 让人惊讶的形式 所以 我觉得 其实 很多 我认识的很多成功的艺术家 其实他们都 多少具备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手工很好 动手的能力很好 我们以前说是 绘画的能力好 这也不重要的 动手的能力好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把一些 观念抓住 落实下去 因为 你不断让观念在游走游走游走啊 很多观念 每天一起来就一大堆观念 这些观念不能落实 你是个幻想家 如果来做一个职业艺术家 你必须花时间 花功夫 来想这个 样式 如何把你的想法 落实成为一个可气的样式 这方面也有财政的不 有的艺术家我们看 哎呀 这个艺术家的想法很好 很精彩 他做的不够精彩 当然我们 艺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糊涂 如何叫做的精彩呢 我觉得我也给不出一个绝对标准 但是 但是我只能说一点的 有两类艺术家 一类艺术家是不管别了 他自己很早就形成一套做法 把这个做法观似道理 完善 完善再完善 其实你千万不要把艺术家想象成是一个灵感 多了一塌糊涂的人 相反 我认为那些成功的或者说被我们关注到的艺术家 其实灵感就一两个 他们花很多时间 来考虑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就这个灵感都落实为一个可见的形式 落实为一个可以传达的载体 不管它是二维的 三维的 今天是多媒体的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应该考虑这个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叫做技术层面的问题 那我很不愿意用 传统那种 已经烂掉牙的 这个所谓内容和形式的看 我不太愿意用 我只能说 艺术家不是幻想家 我们千万不要被艺术片拿 有很多人以为艺术家就胡说乱讲 不是 我发现那些成功的艺术家 其实 他们的想法 很尖端啊 但是一定不会多 就在相反 他们把艺术家关注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在写 我们在看美术史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了解艺术家的时候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其实很多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 一辈子就一个主题 或者两个主题 你根本就不能要求 耶稣在每天花样翻新 我绝对不相信 什么创新的神话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回到毕达索的一句最有名的话 毕达索说得很清楚 我不探索 我不探索 我不创新 我只发现 毕达索这句话很重要 我开始接触毕达索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毕达索什么意思 我不探索 我不创新 我只发现 后来我才发现 这句话很重要 有很多学习艺术的人 或者被艺术这种 五七八糟的这种说法 搞到那七八糟 就以为一位艺术家 想路非非 我告诉你们 真正的艺术家 或者说已经留下来 或者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艺术家 几乎没有一个是想路非非 他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你所提的一个问题 就如何把它做成一种样式或者一个载品 一种情绪会做他们一辈子 他们根本不管你创新 不管你潮流 根本不管 艺术家都没有得选择潮流 比如说英国的培根 培根的艺术家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从小就有同性恋倾向 然后给父母暴打 就是造成一种受虐的心态 等到成名了 我觉得不了 我就是有名了 反而他略带别 这是性格没落法的 这个只要在法律序处 我们都不能止责 没问题 但是我们想过吗 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一个人 他的整个艺术背后 是什么 不是自然 不是一张活生生的脸 你们都搞错 刺激培根最重要的 是一个19世纪的 著名的摄影家 麦布尼奇 他是拍连续摄影 连续摄影 让我们的培根看了 不可理解 我这样一讲 你们怎么明白培根 在一张画里面 就有点像多重曝光 连着流去 流去就跟他整天在看 那个培根连续摄影 这种关系 也就是说 麦布尼奇的这种 科学实验式的连续摄影 这种通过摄影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影 还没有电影 通过这种连续摄影去探索 动物和人的运动 特征和规律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 艺术灵感的照片 却成为培根的刺激来源 总是没改 所以我总觉得 尤其在艺术界或者从事艺术的人 恰恰要丢掉幻想 千万不要被那种流行的 那种奇怪的说法的时候 搞得自己无情 我再说一遍 艺术家不是胡顺乃想 那你怎么看像达明赫斯特 刚才您说的 比如还有我想到像国内 黄永平 陈真 他们这种做的东西 都是好像他们 很多作品都互相没有关联一样的 他东做做一种 西做做一种 好像达明赫斯特现在又跑去画桃花这样子 达明赫斯特我不能太多说太多话 因为我严格讲 我觉得他不是很了解 黄永平我有所了解 其实黄永平意义贯注 黄永平 黄永平他说他是 他最早出来在厦门叫厦门打打 他其实是一种 他的某种意义上的方式是否定式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黄永平背后应该是老庄的观念 老庄的观念 我认为他应该背后是老庄的观念 就是说把事情做空无 所以黄永平的东西总是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 然后他把这个针对性的东西给呈现出来 比如说美术史最早在中国这个 这个高明路最早写这个中国美术史是吧 中国绘画中国美术的那本书 他就把那本书放在洗衣机里搅拌 搅拌之后把那搅拌拿出来 我搅拌中国美术史 这是个概念 我搅拌中国美术史 这个我可以说这是个达达概念 什么叫达达概念呢 达达概念我想我们可以翻吃点 但是至少这里边至少有某种老庄的否定性的概念 比如说庄子很多国外喜欢中国汉袖的人都很热爱庄子 因为庄子有些故事很迷人 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叫做河边湾区的蛆树的故事 庄子和惠世争论 惠世说你看那个河边的蛆流 慢慢蛆去不成才多么可怜 你看那些成才都不去做顶梁柱 庄子笑了 那些能做顶梁柱的还没长成就做顶梁柱去 你看河边蛆流 湾区就长在河边绿叶颇松 活得那么自由自在 这是个反向 中国美术史很神圣很伟大 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学艺术的时候 一说屎我们就绝对不是人拉的屎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说 美术史美术史的美术家拉的屎 美术家就是少大分的人 把美术家的屎扫过来 然后放到化验这个显微镜里 化验一下有多少的病菌在里面 这是开玩笑的话 但公开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他很神圣美术屎很神圣 黄云瓶把他搅拌 然后他第一个展展在厦门做完的话 全部烧掉 那么他是个否定型 他的环保 养乌龟 是不是 就是说这种否定性的思维 一直是黄云瓶的整个艺术的一个 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后来的他的作品 我不能说我很了解 其实 陈真也有点这个特别 我没有黄云瓶那么了解 但是陈真在出国前 我老跟他很奇怪的接触 但是我很惊讶 怎么上海有这么一个人 当时已经在画抽象 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身体不好 他家里有遗传 他家里全是医生 是他的同学带我去他家的 我当时看他傻掉了 应该在19 就发现在中晚 我说怎么有这样一个上海 当时只是到抽象节目 后来他出国 后来做很多装置 但是装置也好 这些艺术家 我估计达明和尚也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他要有一个针对性 针对什么 可能是针对大众最流行的一种看法 或者社会的一个某种 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一种看法 他把他干掉 这是某种心来看 那中国特别是老庄所传达的 这个大阴牺牲大象无形 不作一致 尽得风流 这些东西都是跟科学没有关系的 很迷人的一些说法 那这个说法有个好处 就是告诉我们听 就像庄司跟惠师说 你看那个河边去有不成才 当然活得多么好 欲言博硕 这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 一直是当代艺术里面一种 很重要的一种思维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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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